大家好,我是劉子優 今年10歲 我希望可以活到90或100歲 因為可以經歷的事可以經歷多一點 我是洪卓銀,今年12歲 如果你想問我活到多長 我覺得沒有所謂會比較好 因為如果活太長 其實也是一種折磨 而活太短,又很難享受人生 所以我覺得一切交給天決定會比較好 我叫陳永芝,我13歲 我希望活到87歲 就是活了87年 已經經歷了很多事情 我希望我能做到我想做的事 勇敢一點 可能玩Bungie Jumping 我叫陳永朗,我現在11歲 我希望我可以活到80歲 因為我怕太老,我會有很多病 會死得很不舒服 即是求桃花運 會不會有女生將我那種 好,好像你們已經在討論桃花運 對… 想問兩位 平時有做過這些占卜嗎 有,塔羅牌 有看過塔羅牌嗎 我玩塔羅牌 你自己懂得玩塔羅牌 大家想求甚麼籤 下籤 為甚麼你會覺得自己求到下籤 因為我覺得我的運氣很差 我還是覺得下籤 好,看看你們的吸引力法則 每個人都說自己抽下籤 是否真的抽到下籤 苦苦得正 占卜、求籤 在我眼中應該比較像一個遊戲 我就不會太在意他的結果 99 內容是這樣說的 終身勞力 莫管是非 枷鎖臨時 怨猶自治 第二,這支籤是下籤 但對你來說可能是上籤 因為你喜歡終身做事,對吧 不是,我喜歡做事 但不喜歡終身做事 結果是我抽到下籤 他說我終身勞苦 我不做就行了 弄錯了,不出來 好,兩支 兩支是甚麼 第二支,應該這支不算 第一支是這支 那算是這支 其實求籤也挺好玩 不過我只可以當作是遊戲 我不相信 三號籤,是嗎 是這樣說的 千般用計 神分不平 誰知此事 到底勞心 完全聽不懂 是吧 不過都是一些比較困難的字 大概的意思 為什麼,Sir 就是所有事情 都要用一些計謀 要想辦法去解決 日後、夜晚 都是不停要想的 下中至下下 最壞的字 應該是中下吧 不,應該… 都是一支下籤 應該比你的字更壞 那你覺得是否有很多事情要煩 最近有很多事情做 會否很不開心 那這個人不會 因為事情已經發生了 我覺得沒甚麼 如果是抽上籤的話 我會相信 O,之前有做過占卜嗎 沒有 今天想想一些問題 我們又問問塔羅牌 到底他給了你甚麼意見 好嗎 學業 我想問學業多一點 你想問學業 好,不如現在先想一個問題 我們… 考試成績,好嗎 好,我們選一張看看 是甚麼 六個 好還是不好 好 插到六把劍就很害怕 對,六把劍對著你還不死 六科也不合格,是嗎 好,其實這個牌是甚麼意思 六把劍 它就是象徵著 你要面對很多很多很多的困難 你必須付出很多很多很多 才有少許的成績 這次這個考試跟爸爸媽媽說定 合格也偷笑 其實我用心溫室就可以了 可不可以不臭嗎 我看到他的卡已經… 學業想問甚麼 考試成績 也是 會不會有六把劍呢 我們來看看 希望不會 我選這張 五把劍 五把劍 好像不是太好 很震撼 少了一把劍,會不會高分一點 我不知道 我只知道我很害怕 肯定是假的 我的運氣也不算差 我覺得我的成績不會太差 這個其實是說 在中間會有很多咬嚼 不會發生的 因為我不相信 是否以後不玩 不玩 我還是用心讀書 其實我不相信 但我想再玩一把劍